世界上只有两种人,男人和女人,古语说男凹女突,不管就孤,男凹女突是什么意思? 如果能够解读俗语中的内涵,就会知道性格决定命运并不是一句空学来风的话,无论男人还是女人,如果不注意个人形象,恐怕在工作,婚恋方面遇到很多麻烦,传承国学经典,点亮文化新灯,欢迎订阅国学新旅。 面相学上的男凹女突,男凹是指男子太阳学凹陷,颧骨无肉,两腮无肉,我们知道前额是面部外观中非常重要的部分,不仅影响外观水平,而且与命运密切相关,那么一个前额凹陷的男人怎么样呢? 一个好面相的前额应该是饱满的,方形的,明亮的,没有邪恶的伤疤和质,这样的前额是一个昂贵的生活阶段。 男子有这样的凹面相会给人尖嘴喉塞致感,在过去人们非常相信算命, 蚂蚁神香就是专门用来算命的书,颇受人欢迎。 如果男子太阳学凹陷,两腮无肉,便视为不吉利面相,因而有影响前程,命运等说法。 这样的男子找媳妇肯定会受影响,人们还是倾向于天庭饱满,地魄方面之吉相。 男傲面相还被认为不能养家,寿命短,会孤老一生等等。 女突是指女子犬骨高而突出,女子犬骨高是一大忌讳,过去人们会认为这是克夫的命,会克死丈夫,早早守管。 因而有俗语说,女人犬骨高,杀父不用刀就是到了现代,人们对犬骨高的女子还是有这样的说法,都还是有所忌惮。 古时候女人的地位相对较低,一切都要以夫君为主,所以男人娶妻都想要娶一个妄妇的女人,所谓的克夫相,主要看的就是犬骨。 古人认为这种面相的女人心狠手辣,个性太强,婚后很难维持和气的生活,所以会影响丈夫的前途和发展。 有个高赞的提问,为什么许多人喜欢看张曼玉,因为三十岁的张曼玉,褪去了一身少女瑞丽,在岁月的洗礼下,更加温柔闲静,恰似淋花照水,醉宜人心,又好比品名,让人久久回味。 我想,这就是一个女人真正魅力所在,无人可挡的温柔。 古人说,美人如花隔云端,真正的美人不单恰似花一样鲜艳,还要如云一般柔软,女人的温柔是最强大的武器,没有人会抗拒一个人的眼泪。 有道是,撒娇女人最好命,相比起一个强悍,鲁莽的女人,谁都乐意亲近一个温柔,和顺的人,性格决定一切。 一个女人在性格上太过强势,处处不饶人,她只会活得越来越累,越来越不为人理解,适当的低头示好,弯腰示弱,能给人带来很大的惊喜。 体型外在的男傲女托,男傲是指寒凶驼背,没有精气神,在过去男子忌讳寒凶驼背,猥琐勾楼,而讲究昂首挺胸和英雄气概,因为这样的男子体格好,精气神族显得有担当。 而且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,养家糊口需要男人来承担,只有有了强壮的体魄,才能养活老婆孩子,一家老小等。 男人如果体寒凶驼背,体格弱小,会常常受到欺负,难以在社会上立足,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了愿意嫁呢?因而可能会孤独一生。 在老家邻村,有一个叫贵子的男人,他是出了名的性格软,还没娶媳妇之前,他在家里听妈妈的话,对老娘的话奉若圣旨,按照老娘的旨意结婚后,他的媳妇也是个厉害的主,婚后的日子就变成了他听媳妇的话,但婆媳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。 总会有大大小的矛盾,每回婆媳吵架,贵子就在旁边站着,不敢出声,浸若寒蝉,生怕战火烧到自己身上,贵子软弱的性格,让家庭战争愈演愈烈。 最后,婆媳俩大打了一架,闹得村里人尽皆知,诚如俗话说的,难熬则孤,一个性格软弱的男人并不适合进入婚姻,因为在他的观念中并没有承担起一个家庭的准备,他始终活在别人的语意下,是一个隐形的巨婴,男人软弱,不懂担当,他的未来注定是灰色,黯然无光。 即便现在的审美观而言,对于体格凹陷,勾楼驼背的形象,也照样不受人们欢迎。 所以,为什么那么多女生崇拜军人了?军人精气神十足,完全的英雄气概和萨爽英姿,如此帅气的精神面貌,不招人喜欢和崇拜是不可能的。 女突,是指女人走路昂首挺胸,前突后翘。女人昂首挺胸,气宇轩昂,前突后翘,不符合过去人们对女人小鸟依人,温婉含蓄等审美标准,抬头的女人低头的汉子,都被认为是很不简单的角色,突还指身材突出,比较丰满。 但过去的审美观与现代不同,我们认为那是身材极好的表现。 是女性体型美好的彰显,但在古代可能会认为这种胸怀宽广是罪恶的源泉,男人的坟墓是不吉利的。 古代遵循三从四德,女人身体只允许自己丈夫看,如不小心被他人看见,要么娶她,要么被人们指指点点,说是不守护导,甚至可能会自杀。 在过去,女性身材好会被认为是不好的现象,不是美的象征,会被认为会红杏出墙,水性洋花,会害死丈夫,从而守寡,其实这都是时代的偏见观念在作祟。 性格上的男凹女托 男凹是指男人性格上懦弱。 软弱可欺,唯唯懦懦,不能顶天立地,没有对家庭和孩子的担当与责任。 女凸是指女人性格上张扬,专横跋扈,不知进退,不会温柔体贴,一副不可一世的嚣张状态。 在过去,人们认为女人太过强势,会给家里招致灾难,会克死丈夫,从而导致女人守寡,因而不允许女人强势。 如果女人在家太过强势,男人就会受窝囊气,出门抬不起头来,无法在社会立足,相当于扼杀了男人的创造力。 一个家庭里,女强男弱的婚姻并不好维持,久而久之,隐忍的男子也会有爆发的时候。 继而,家庭可能会分崩离析,都挺好李苏大强和老婆的婚姻,就是男傲女秃的女强男弱势关系。 两人的婚姻是很不幸的,太过强势的女方早早离开,而男方则开启漫长又难得的坐而孤独的状态。 对于未婚的青年男女而言,男傲女秃的现象也很难找到另一半,有可能成为俗称的光棍或齐天大圣等。 男性太过懦弱,毫无担当和主见,没有责任心,缺乏经济神等,这些都会让女方看不起的,更不可能会结婚了。 而女性太过强势。 高学历,事业女,风风火火,唯利风行,什么都不需要男人操心,让男人觉得他不被需要,所以也就能解析得通,我的前半生里,事业成功男士贺涵,为什么会选择温婉的罗子军而放弃强势的唐经呢? 身材上的男傲女秃,在这里,傲和秃分别代表了男性和女性的胜利特征。 对于男性而言,傲指的是他们的胸部,在传统观念中,男性平坦的胸部被视为阳刚之气的象征,而胸部过于凹陷则可能被认为是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标志。 因此,男性对于胸部的凹陷会感到担忧,担心它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命运。 而对于女性来说,凸则指的是他们的臀部,在传统文化中,丰满的臀部被视为女性生育能力的象征,也是女性魅力的重要标志。 然而,如果臀部过于突出,可能会给人带来一些不便,甚至影响到女性的自信心和命运。 那么,为什么这句俗语中还会提到不寡也会孤呢? 这是因为,在古代社会,婚姻被视为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,如果一个人因为生理特征的问题而无法找到合适的伴侣, 那么他们可能会面临孤独终老的命运。因此,这句俗语告诫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形象,以免影响到自己的命运和婚姻。 有趣的是,从国学的角度来看,这句俗语也有其深刻的内涵。 在儒家经典礼记中,有男凹女凸,天地之性情也直说,这里的凹和凸不仅代表了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特征,更是天地间阴阳平衡的体现。 男性之凹象征着阳刚之气的内敛,女性之凸象征着阴柔之气的洋溢,只有阴阳平衡才能达到和谐的状态。 这也正是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。 在这个时代,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条条框框有很多,但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,好的性格胜过容貌与身材。 一个人的性格影响着一个人的言行举止,待人接物,以及处事风格,每个人不同的性格都有不同的特点,利比相承,性格需要优化,好的性格能使人获得幸福, 它是卓越的行动力,也是潜能的发挥者。 人的一生是自我磨练的一生,也是不断完善的一生,保持乐观的心情,学会给予和奉献,常怀感恩之心。 让好的心静注就好的性格,好的性格成就完美人生。